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lly 今天有没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 没错 我剪头发了 有follow我instagram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就是前段时间去把头发剪短 然后我现在其实还在研究怎么整理它 原本想说好不容易把头发留长 要剪的时候其实还蛮舍不得的 但是剪完之后呢 真的只有爽快两个字 就觉得短头发好舒服好轻松哦 只不过呢就是短头发 就是每天都要去花时间整理它 其实是还蛮麻烦的 但是呢我就觉得整个人的感觉 就是看起来比较清爽一点 那我现在剪的这个长度呢 就是还是可以把头发给绑起来 这样这样 之后应该也可能会再继续往上剪短一点 我想说呢先从这个比较长一点的长度 慢慢慢慢剪上去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的新发型如何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啦 好那分享完我的头发之后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前段时间年中大折扣的时候 各家电商啊 全部都使出他们的杀手键 各式各样的折扣都有 前段时间以前关系 我衣服其实买很少 所以呢 我的战斗力就累移到年中的时候 整个就大爆发 所以我在年中折扣的时候 就买了蛮多东西的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鞋子 跟配件的部分 那之后呢 再来跟大家分享衣服的部分 那今天这一期就是跟大家分享夏季的鞋款 这次的鞋子呢 有非常喜欢的 然后也有我非常非常失望的 把这些鞋子的优点缺点好坏 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今年我买了蛮多两鞋跟拖鞋 高跟鞋我反而就买比较少 因为就希望可以穿得比较舒服一点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双拖鞋 这双拖鞋呢 它外形非常的好看 它是很夏天的这种蓝白色加上一点橘色线条的设计 然后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些金属的扣缓 我觉得是非常精致的 像它是这种皮革的 我觉得这个皮革底呢 还蛮软的 它其实软硬度也还蛮刚好的 不会就是硬棒棒的感觉 踩在脚上的话呢 是舒服的 所以这双鞋子整体穿起来呢 我觉得它舒适度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双我在折上折的时候买 也是大概110左右 也没有到非常的贵 就是以它整个这样子皮革 跟它整个这样精致度来说 我觉得是还蛮值得的 搭配裙子跟裤子都会非常的好看 价格不会贵 然后精致度又好 然后又舒服的一双拖鞋 那如果你想要找那种 就是真的穿起来非常非常舒服 可以走很多路的话呢 那它们家的鞋子就还蛮推荐的 它们家最近呢 有很多就是这一类型的拖鞋 凉鞋在打折 都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后我自己就买了这一双 我之前其实有一双类似的凉鞋 然后我穿非常久 所以我想要买一双替换 那我就看到这双蛮像的 我就买了这一双 那它们家的鞋子呢 就是非常舒适 那夹脚的部分是这种编织的设计 这双鞋子也是很简单 就平常搭配一些裤子啊裙子 都是相当的好看 它的鞋底板的部分呢 正就是那种很厚的垫子 你踩上去穿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踩在一个 就是弹力垫上面的感觉 就是脚底板的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你穿很久走很多路的时候 你都不会觉得脚会很酸 像这种鞋款 它的舒适度就非常的高 但是它的精致度 就没有像刚刚这种鞋子 就是那么的漂亮 可以看出来Tori Bridge这一双的鞋底 就感觉是非常的精美 这一双呢 就会觉得 嗯对是很舒服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的漂亮 所以有时候鞋子这种东西呢 就是舒适度跟它的精致度呢 是比较难成正比的 所以买鞋子的时候 真的是要看你自己这双鞋子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如果再找一双 就是夏天可以走很多路 然后很舒服很好穿的鞋子的话呢 可以去看看他们家最近的折扣 哦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这一系列 这种夹脚的拖鞋量鞋 尺码都有偏小 就是会比较偏紧一点 所以你脚背比较高 或是脚比较有肉的人呢 建议就是一定要买大半号 再跟大家分享比较淑女一点 这种细带的凉鞋 这两个颜色呢超级好看 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双 这双颜色我超级喜欢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这种薄荷色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清爽 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搭一件像这种白色的衣服啊 就看起来是整个是非常舒服的 像这种低跟的细跟拖鞋 其实每一年都还蛮流行的 那有一些很好穿 有一些不好穿 这双是我觉得它穿起来是很好穿的 就是以这样的鞋型来说呢 它是好穿的 整个鞋底呢不会很硬 踩上去呢算是还蛮舒服的 上面这一条一条的带子呢 它是这种很软的 这个地方并不会因为这样的设计 然后让我的脚背不舒服 它其实还蛮舒服的 这个鞋跟它整个弧度做的还蛮好的 走路都不会哦 就是好像很辛苦的感觉 我还可以快步走路都没有问题的这一种 像这种鞋子呢就是会有个问题 它可能会去走路的时候不跟脚 你走路的时候就会有那种穿拖鞋 那种啪啪啪啪的声音 所以喜欢这类型的鞋子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双是还蛮不错的选择 然后它有个小缺点就是 它这个带子的地方啊很容易就会乱掉 所以有时候在穿之前 就是要稍微顺一下把它就是排整齐 然后再穿上去 另外这双水蓝色的细带凉鞋呢也是我很喜欢的 今年非常流行的鞋款 就这种细细的带子 夏天有时候就是可以搭配一些像这种 比较亮色一点的凉鞋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有点拇指外翻的 这地方有个骨头会突出去 很多细带凉鞋可能都会卡到我这个骨头的地方 所以我会不舒服 这双呢它细带子的设计的部分呢 刚刚好有错开我骨头突出去的地方 所以呢它不会卡住我拇指外翻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子它鞋带的部分呢 就是在我脚上是没有一个地方会卡到 让我不舒服的 是还蛮合我的脚 那鞋子的部分呢 整双都有做那种软软的垫子在上面 像这一双它的鞋带设计的关系 走路的时候呢 就比较不会像刚刚那一双绿色的 会有这种不跟脚的问题 也是非常的好穿 所以这双呢我也还蛮推荐的 好再来这双也是我最近穿大的时候 很常穿的一双鞋子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好搭 然后还有我很喜欢这种就是 绕过这个脚背的这种鞋带的设计 去让脚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每次只要看到这种鞋型的设计 我就会很想要买 这双它是出根的 所以它走起路来呢 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吃力 就是还蛮稳的 那这双它的舒适度 我大概就是给个70分吧 就是我觉得它是好穿好走的 但是走多了还是会觉得还蛮累的 就是它的舒适度可能就是还没有到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呢它非常的好搭衣服 什么都可以搭 再来是这双裸色的细带凉鞋 我觉得它们家的鞋子呢 就是它们每一双鞋子 其实都做的还蛮舒服的 我还蛮喜欢它们家的鞋子 你穿上去会觉得这个弧度 把我的脚撑得刚刚好 这双鞋子对我的脚底板呢 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而且它整双也是这种有软垫的 就是还蛮舒服的 那这个细带子的部分呢 也不会有卡到我的 就是拇指外翻的骨头啊之类的 我选的是裸色 裸色呢就是一个隐形的增高鞋 有时候你穿衣服不知道搭配什么鞋子的时候 或者是你上半身穿的很复杂的时候 你想要一个非常基本 几乎是隐形的鞋子的话呢 就可以找这种裸色的鞋款 它不会去抢走你上半身的焦点 那它也有出就是黑色的 我觉得黑色穿起来也非常好看 我今年还想要再买一双 就是类似像这种细带 然后是黑色的 快速跟大家分享 去年就已经买的 就这双黑白色的凉鞋 这双鞋子 我到今年都还是很常把它拿出来穿 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穿 然后又很好搭 到现在还是都有人问我 所以我就跟大家稍微的说一下 这双鞋子它非常的轻 然后它的根也不会到很高 然后这个地方就我刚刚说的 我很喜欢这种绕过脚背的设计 所以其实它走路的时候 跟角度也还算OK 不会说很不跟脚 然后脚底板的地方 也是有一点点软垫的设计 所以踩起来也是相当的舒服 穿搭非常的好搭 然后舒适度也还不错 这是我去年到现在都一直非常喜欢的 再来跟大家分享几双 比较高价位的精品鞋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双COLY的拖鞋 有在注意精品鞋的人 应该对这双鞋子都还蛮熟悉的吧 因为这双鞋子呢 最近非常非常的红 它几乎赞满了很多欧美穿搭的版面 我是看了很多人穿这双鞋子 然后穿搭非常的好看 但是老实的跟大家说 这双鞋子非常的不好穿 就它这么贵的鞋子 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质感 我真的是非常的不解 就是很失望 非常非常的失望 那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这双鞋子的鞋底啊 就是硬邦邦的 那我觉得很多精品鞋的鞋底做的比较硬 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很好的材质去做 然后做的比较有质感 但是这双的 就它没有什么质感可言 唯一让你觉得比较软一点的脚垫 就是它这个logo的地方 在这个鞋跟的地方 是有一点点软软的 那很多精品鞋的鞋底都很硬 这个我可以理解 那我觉得这双最大的five 就是它这个绷带 这个绷带的地方呢 其实它整双鞋子的特色 那也是它的five 就是它的绷带呢 是没有任何弹性的 它包住的地方 刚好是我们走路 脚背拱起来最高的地方 所以它就是每走一步 就是会卡着你的脚背 这个地方 是会让你的脚 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我觉得要嘛 它就是要做一个有弹性的绷带 或者是就是在这个边边 做一点点就是松紧的设计 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呢 这边有一些空间可以移动 可能就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它设计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一开始穿这双鞋子的时候呢 真的是走个几步路 我这个地方呢 就会被刮得红红的 后来呢 我就是穿了一个 比较厚的袜子 在家里面呢 就是套着它走来走去 走个两三天之后 它就是稍微被我被撑松了一点点 现在就有稍微的好一点点 就比较不会让我的脚被刮红 那如果真的很喜欢这双鞋子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要想办法 把这个地方呢 稍微把它撑松一点 或者是直接就是买个大半码 大衣码之类的 就是让它松松的 才会比较好穿 所以这双鞋子它的舒适度呢 真的是非常的差 但是我觉得它搭配衣服上面 是真的还蛮有个性的 有时候穿一些比较简单 比较休闲的衣服的时候呢 搭这双鞋子的时候 是真的还蛮亮眼的 所以它其实在穿架上面 是还蛮有加分的效果 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 但是舒适度上面来讲真的是 好再来是这双 法兰Tino的凉鞋 我觉得法兰Tino他们家的鞋子 是精品鞋里面 真的是数一数二好穿的 我觉得很多精品鞋是贵 然后好看 但是它真的没有到那么的实穿 我觉得法兰Tino他们家的鞋子 是精致度跟舒适度 有画上等号的精品鞋 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 他们家的鞋子 那这双鞋子也是我 就是看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刚好年中的时候在打折 这双也是我在年中折扣的时候 买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价格 这双鞋子的鞋底板呢 也是这种硬邦邦的皮革木头 精品鞋 很多精品鞋 他们的鞋底真的是做这样子 也是比较偏硬的 但是呢跟这双比起来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吧 它的质感就是差非常的多啊 这双整体的精致度呢 就是非常的好 虽然它的鞋底板是硬的 但它整双鞋子 穿起来的舒适度 有比我预期中的好 非常非常的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这双鞋子的时候 我就穿它去海边走路 就是去逛 我没有到沙滩啦 就是在海边的旁边 就是一整个下午下来之后 我都没有觉得有任何地方 有磨脚刮脚 不是让我的脚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这双鞋子 我穿下来一整天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然后中间这块皮革的弧度 对我的脚背来讲的话 也还蛮刚好 它包覆性算还蛮不错的 这双呢 这样走路的时候 反而没有那么的卡脚背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子 算是我精品鞋里面买到 我觉得相当不错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双鞋子 好 再来是这双平底鞋 这双鞋子它非常的可爱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小香风的感觉 就是鞋头的地方是黑色的 那它整双不是白色的 它是有点像这种米黄色米白色的 这双鞋子穿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气质 但是这双呢 对我来讲我就有点踩到雷 我觉得整双鞋子它的质感还不错 舒适度也还不错 因为它是平底的 然后鞋的地方呢 也是有稍微用一些软垫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不合我的脚 这双鞋子我穿的时候 我会磨脚的地方 是我的脚趾头上方 就是这个地方 蛮妙的耶 我几乎很少碰到鞋子会磨我这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可能就真的不适合我的脚趾头形状吧 我想 我觉得还蛮可惜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可爱 还蛮建议大家可能就是要去试试看 这双合不合自己的脚 好最后一双鞋子了 这双鞋子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隐恨 就是这双凉鞋 这双凉鞋呢超级美 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很喜欢他们家这个很复古的V Logo 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家这一系列的设计 因为他们家这一系列的设计都是非常简约的 然后就直接配上这个很古典华丽的V Logo 我觉得那种冲突搭配的非常的刚好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他们家这一系列的东西 就整个很简单的这种夹脚脚鞋干干净净很俐落 然后也没有过多的线条 然后再配上这个V Logo 穿在脚上真的是好漂亮 但是这双鞋子呢我买就是买不合脚 就是它偏大 所以呢这双鞋子我穿的时候 我脚一直疯狂的往前面这样子滑出去 就是脚趾头就露在外面的那一种 把袋子调到最紧也不是 调到最松也不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合脚 就蛮遗憾就是买错尺寸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擦半嘛 整个会擦这么多 所以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很可惜 然后这双鞋子它也是这种就是很硬的这种 就是这种鞋底 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我想说这一双可能 之后就会带回去台湾给我妈妈穿 因为我妈妈的脚 刚好比我大半码到一码之间 看到穿我也会觉得非常的高兴 这么漂亮的鞋子在她的脚上 所以如果有人喜欢这双鞋子的话呢 买这双鞋子的时候尺码一定要买对 好再来呢就不是鞋子了 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带一支墨镜 就是这一支 Gentle Monster的墨镜 我非常喜欢她们家的眼镜 她们家的眼镜呢 非常适合亚洲女生的脸型跟鼻梁 像我的鼻子没有非常高 然后她们家很多眼镜都是这种没有鼻脱的 可是带她们家的眼镜呢 就也不会让我觉得好像鼻梁不够高 会一直往下滑 就是她真的还蛮适合亚洲女生的就是五官来戴 戴上去给大家看 她们家的太阳眼镜呢 戴上去真的是一秒变明星 超级有气势 超级好看 这一支呢就还蛮不挑脸型的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戴起来一个都还蛮适合的 常常我在戴墨镜的时候呢 都是这个眼镜下方会压到我的就是笑肌的地方 然后每次拿下眼镜的时候呢 我这两个地方都有两个微笑的印子在上面 她们家的眼镜呢 我戴反而比较少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蛮喜欢她们家的眼镜 然后这款还蛮多韩国的女明星她们都有戴 像是刘仁娜 还有我的女神孙艺珍呢 她也有戴这一支眼镜 我觉得这一款跟她们以前出的那支滴滴呢 是非常相像的 不过我觉得这款眼镜 有比她们以前的旧款的眼镜都来的轻盈很多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也是小视频 这个是Loeve她们家的皮革手环 最近大家都有看到我很常戴这种宽版的皮革手环 我自己夏天的时候很喜欢戴这种皮革的手环 我觉得夏天白色的衣服搭配这种皮革手环是很好看的 那外面就是很经典这种Loeve的皮革 然后跟她一个压印的logo在这里 其实是非常低调 它里面包着这种会卷起来的金属 所以她其实戴起来是没有什么手腕上面的限制 像是我也可以戴 然后保罗的手腕她也是可以戴 我觉得她戴起来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有个性 不过这类型的手环她也有缺点 她其实没有办法去调整她的宽松度 她就照着你的手腕的宽度这样子卷起来 贴合着你的手腕她不是有那种松度的 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觉得手腕是被束折的感觉 因为它是没有缝隙的 不像一般的手腕就是会松松的 不喜欢有那种束缚感的话 会觉得它不舒服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 就是手腕嘛 然后这条也是我夏天很喜欢戴的 这条呢是Hermes他们家的手腕 我买的是细版的 它有分尺寸 如果你买到对的尺寸的话 我觉得它戴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 跟刚刚那一条Loeve的感觉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个我都非常的喜欢 就是比较秀气 就是比较有个性风 价格上面呢 就也差蛮多的 所以这一款呢 它在NEDAPOTE上面买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100多美金就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跟带一些金属配件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就多了一点点个性风在上面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包包 就是这一款MARNI的购物袋 他们家这一系列的购物袋其实出蛮久了 他们家的品牌价位来说的话呢 他们是算便宜 大概就是100块美金左右 据我所知呢 他们家这一个系列 其实主要都是以做工艺为主 他们就会把这一个系列 卖包包的收入呢 就是捐给慈善的机构 有出非常多 大大小小不一样的这种购物 非常非常的兵分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Po Smith 他们家这种彩色条纹的设计 那我觉得这一款的配色啊 跟它的彩色线条 跟Po Smith的很像 整个包包它其实也没有什么重量 因为它的材质就是非常非常轻 包包这个塑胶这个编织的材质呢 其实是还蛮普通的 就没有特别好 就真的就是一般那种 那种买菜菜篮子的这种编织的包包 比较好一点就是它这个地方呢 有做皮革的设计 然后手把的地方也是皮革的设计 这个手把这样子提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蛮好提的 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话呢 这个包包的材质本身就是一般 所以它卖100块美金的话呢 我还是可以接受 再贵的话呢 我就觉得不OK了 它的容量就超级的大 除了平常就是购物的时候 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带这个之外呢 主要原先我觉得它很适合拿来当海滩包 所以其实我是想要把它拿来 就是夏天如果去海边的时候 可以把泳装啊换写衣服啊浴巾啊 都给它丢进去 背这种很鲜艳的包包的话呢 就也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买了它之后呢 我其实很常用它 就是像我外出去拍照什么的 我都会把我这种大台的相机啊 然后还有矿泉水啊什么 全部都把它丢进去 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呢 就是外出还蛮好使用的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今天分享了超多的鞋款 然后优缺点也都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 也希望这些评测呢 就是对你们在夏天选这些鞋子的时候呢 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 我常常要做一些穿搭的分享 然后也想要跟大家做这些产品的评测 所以呢 会买很多鞋子 当然你们平常不会穿这么多鞋子的话 不需要买这么多鞋子 你们就从当中里面挑选一些 你们觉得喜欢 觉得还不错的 再下手就可以了 真的不需要跟我一样买这么多 那所有的商品资讯 我会把它放在下面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看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like我的影片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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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